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真知道基督就是救世主降临 那现在大灾难已经降下了 世界末日临到了 你需不需要救世主呢 如果你需要救世主来拯救你 那你知道哪一位是救世主吗 你知道怎样才能迎接到救世主吗 这事你说重不重要 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咱们举个例子 两千年前救世主主耶稣来救赎人类 发表了不少真理 当时犹太教的人明知道主耶稣的话 有权柄有能力都是真理 就因为主耶稣不叫弥赛亚 没按他们想象的 就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呢他们就不承认主耶稣是基督 还定罪亵渎主耶稣是迷惑人的 最后把主耶稣活活定在世的架上 这带来什么后果呢 神道成肉身被犹太人给定十字架了 这是简单事吗 肯定遭神咒诅 咱们都知道主后六十多年 以色列就被罗马的提多给灭过了 这亡国多少年呢 将近两千年 就因为他们把救世主定在世的架上 导致以色列人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 你看看 迎接救世主这事关键不关键 救世主来了谁能得罪得起呀 如果你不认识他 不接受他 甚至还抵挡定罪他 这就完了 彻底完了 肯定得灭亡 你要小蒙拯救 在大灾难中不死 必须得接受救世主啊 现在全能神来了 就是救世主降临了 发表真理 做末世的审判工作 来拯救人类 脱离罪恶 脱离大灾难 但你能认识他们 你能接受他们 有许多人呢 虽然承认全能神的话 有权柄有能力 但他们一看 这全能神不是驾云降临的 也不叫主耶稣的名 他们就死活不接受全能神 甚至还随从宗教界 敌基督定罪 亵渎全能神 说什么 凡是道成肉身来的 都是假基督 是迷惑人的 尤其是宗教界 敌基督势力啊 和中共这个魔鬼政府 穿一条裤子 疯狂追捕基督 绞杀基督 迫害传全能神 国度福音的人 就恨不得 彻底取缔全能神教会 把神赶出人间 这就犯下了 把神重定 十字架的滔天大罪 必然遭到神的咒诅惩罚 正如全能神说 把神定在十字架上的人 有祸了 道成的肉身 所在之处 正是仇敌灭亡之处 中国首先第一个被摧毁 被神的手灭没 神对他 丝毫不留一点情面 所以说 对待救世主的态度 就决定了 人类的生死存亡 那说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了 能不能迎接到救世主 这是关系到 人信神的成败 关系到 人结局归宿的大事 这一点呢 咱就不多说了 现在就说说 救世主 默示会以什么方式再来 那按照宗教界的 传统观念都认为啊 主来那肯定是 驾云降临 提接信徒到空中 与主相遇 这是大错特错 因为 这只是人的观念想象 根本不符合主的话 主耶稣亲口预言 他再来是 人子降临 人子显现 人子就来了 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 主耶稣反复强调 人子这个字眼 就足以说明 主再来 仍是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就是基督向人显现 这可是板上 钉钉的事啊 那有人会说 那道成肉身 成为人子 那不就跟主耶稣一样吗 外表就是普通的一个人 现在世界各国 都有一些人 说他自己是基督来了 有的说这个是基督 有的说那个是基督 那到底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呢 怎样才能迎接到救世主呢 多数人考察真道 就卡在这了 其实啊 这些问题并不难 只要我们认真揣摩 主耶稣的预言 就能发现一些路途 你看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 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半夜有人喊着说 新郎来了 你们出来迎接他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看哪 我站在门外叩门 若有听见我声音 就开门的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那时 若有人对你们说 基督在这里 或说基督在那里 你们不要信 因为假基督 假先知将要起来 先大神迹大启示 倘若能行 连选民也就迷惑了 主的话说得太清楚了 默示主耶稣再来 还要发表许多话语 引导人明白 进入一切的真理 所以啊 主一再提醒人 迎接主最关键 得听神的声音 一旦听见有人见证 新郎来了 那就得做聪明童女 就得寻求听神的声音 这样才能迎接到主 这是迎接主来的 唯一路途 默示基督来了 必然要发表真理 来拯救人类 而假基督呢 只能靠闲点神迹奇事 来迷惑人 这就是主耶稣告诉人 分辨真假基督 最关键的一条原则 那根据这个原则 分辨是不是基督的 显性做工 就看他能不能发表真理 能发表真理的 必然是基督 不能发表真理的 那肯定就不是基督了 如果有人说 他是基督来了 但丝毫不能发表真理 光能显点神迹奇事 毫无疑问 那肯定是邪灵的假冒 是假基督迷惑人来了 咱们根据主耶稣的话 来分辨真假基督 是不是挺简单的事 但令人遗憾的是 宗教里的人呢 都不在主的话中 寻求真理 不根据主的话 寻求听神的声音 就因着 怕受假基督迷惑 连主的显性做工 都不寻求了 你说这是不是 因耶废实 因小失大 他们死守 主驾云降临的圣经字句 定罪弃绝 末世基督的显性做工 结果呢 就失去了迎接救世主的机会 落在了大灾难中 这不就是 人的愚昧无知造成的吗 这就应验了圣经中的话 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 我的民因无知事而灭亡 那对于怎么分辨真假基督 我们再根据全能神的话 来具体交通这个问题 全能神说 道成肉身的神 称为基督 基督就是神的灵 所穿的肉身 这个肉身 不同于任何一个属肉体的人 所谓的不同 就是因为基督不属血气 而是灵的化身 他有正常的人性 与完全的神性 他的神性 是任何一个人都没有的 他的正常人性 是为了维护 在肉身中的一切正常活动的 神性 是来做神自己的工作的 神道成肉身的称呼 是基督 所以将能赐给人真理的基督 称为神 这一点也不过分 因为他有神的实质 他有人所不能达到的 神的性情与做工智慧 而那些不能做神的工作 却自成为基督的人 才是冒牌货 所谓的基督 不仅仅就是神在地上的彰显 而是神在地上开展工作 完成他在人中间做工的 特有的肉身 这个肉身 不是任何人都能代替的 而是足可担当 神在地上的工作的肉身 是可以发表神性情的肉身 是足可以代表神的肉身 是能供应人生命的肉身 那些假冒基督的人 早晚都会倒下的 因为他们虽称基督 却丝毫不具备基督的实质 所以我说 真假不是人能定规的 而是由神自己来做回答 由神自己来做决定 即使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实质 即使道成肉身 就有神的发表 神既道成肉身 就有带来他要做的工作 即使神道成肉身 就要发表神的所事 即使道成肉身 就能带给人真理 赐给人生命 指给人道路 若不具备神实质的肉身 那就定归不是道成肉身的神了 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人要考察 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那就得从他所发表的性情 与说话中来确定 也就是说 确定是否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或确定是否是真道 必须得从他的实质上来辨别 所以说 是不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关键在乎其实质 做工 说话 性情等等更多的方面 并不在乎其外表 人若因为考察其外表 而忽视了其实质 那就是人的愚昧无知了 有些人让邪灵负了 一个劲地喊 我是神 结果被显明了 因他代表错了 代表的是撒旦 圣灵并不理睬 你说得再高 喊得再小 也是受造之物 是属撒旦的 你带不出新路来 你代表不了灵 你不能发表出灵的工作 不能发表出灵的说话 你做不了神自己的工作 灵所做的你做不了 神的智慧奇妙难测 神刑罚人的所有性情 你发表不出来 再称神也不管用 只有其名并无其实 神自己来了 谁也不认识 但他还继续做工作 而且是代表灵做工 不管你称他为人也好 称他为神也好 称他为主也好 为基督也好 或称他为姊妹都可以 但他做的工 是灵的工作 代表神自己的工作 他不在乎人对他的称呼 人对他的称呼 还能决定他的做工吗 不管你对他怎么称呼 但从神来说 他是神的灵 道成的肉身 代表灵 是灵称许的 你带不出新时代的路来 你结束不了旧时代 也开辟不了新的时代 做不了新的工作 就称不了神 现在如果出现一个 又能显神迹奇事 又能赶鬼 又能医病 能显许多异能的人 自称是耶稣来了 这是邪灵的假冒 属于邪灵模仿耶稣做的 记住一点 神不做重复工作 耶稣的那部工作 已经完成了 神以后再不做那部工作了 神做的就不符合人的观念 就像在旧约 预言弥赛亚要来 结果耶稣来了 如果再来一个弥赛亚 那就不对了 耶稣来过一次 这次如果耶稣再来 那就不对了 一个时代一个名 哪一个名都是有时代性的 在人的观念里 神总得显神迹奇事 总得医病赶鬼 总得像耶稣一样 在这次神绝不那么做 若是神在末世 还显神迹奇事 赶鬼医病 跟耶稣做的一模一样 那神的工作就重复了 耶稣的工作就没有意义 没有价值了 所以 神一个时代做一部工作 神每做一部工作之后 邪灵紧接着模仿 撒旦尾随神之后 神又变一种方式 神做完一部工作 邪灵会模仿 这点你们该清楚 读了全套神的话 大家对什么是基督 怎么分辨真假基督 是不是就明白些了 基督就是 道成肉身的神 就是神的灵 传上肉身成为人了 这外表看呢 基督就是一个普通正常的人 但他的实质 跟普通人可就完全不一样了 基督啊 有神灵的内住 是神灵的化身 所以基督有神性实质 说白了 基督就是独一真神 就是造物的主 基督啊 能随时随地地发表真理 发表神的性情 与所有所事 能做救赎人类的工作 也能做 末世审判人 洁净人的工作 除了基督以外啊 任何受造人类 任何天使 任何撒旦邪灵 都发表不了真理 更不能拯救人类 这一点呢 是确定无疑的 所以啊 分辨真假基督 最主要就是看 他能不能发表真理 能不能做 拯救人类的工作 这是最关键 最根本的原则 我们都看见 主耶稣发表了 许多真理 赐给人悔改的道 还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做了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开辟了恩典时代 结束了律法时代 主耶稣的说话做工 满有权柄和能力 流露的完全是神的性情 与所有所事 我们都能从心里认定 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 就是神的显现 末世全能神来了 发表了数百万字的真理 做了审判从神家起手的工作 全人神的话 不仅打开了圣经里的所有奥秘 还揭开了神六千年经营计划的 一切奥秘 比如 神经营计划的宗旨 三步做工的内幕 撒旦是怎么败坏人类的 神是怎样一步步做工 拯救人类的 道成肉身的奥秘 圣经的内幕 各类人的结局 基督的国度 是怎样实现的地上等等 这些奥秘全都打开了 全能神还审判揭示了 人类犯罪抵挡神的本性 与败坏性情 给人指出了脱去败坏 得着洁净的路途等等 全能神的话太丰富了 都是人类从来没有听过的 真理奥秘 让人大开眼界 大饱眼福 谁看了都得承认 这话的确都是真理 神选民经历神话语的 审判刑法 明白了许多真理 败坏性情逐渐得着洁净 做出了脱离罪恶 得胜撒旦的美好见证 这就完全应验着 主耶稣的预言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 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 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 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事实足以证明 全能神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了 就是末世基督的显现 就是救世主降临了 谈到这儿 大家应该都看清楚了 全能神是基督 是救世主 这可不是喊出来的 是根据他发表的真理 所做成的工作证实的 那假基督呢 他口口声声喊着 我是基督 那你就问他 你能发表真理吗 你能揭示人类的败坏真相吗 你能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吗 他一样都不能 你跟他交这个字 他就傻眼了 假基督啊 纯属于撒旦邪灵的假冒 他根本没有神的生命实质 所以呢 他绝对发表不了真理 也做不了 捷径拯救人类的工作 他只能散布一些 似是而非的道理 或显得神迹歧视来迷惑人 有的假基督呢 有点恩赐 能著书立说 也能讲一些 高深的圣经知识道理 但他们发表的那些东西啊 都是人的观点理论 再符合人观念 也不是真理 绝对不能供应人生命 不能让人明白真理 认识神 更不能拯救人 脱离罪成为圣洁 这是明白着的事实啊 假基督啊 丝毫没有真理 他还野心通天 想当神 让人崇拜他 跟随他 那他怎么办呢 就只能模仿神 做过的工作 显点简单的神迹歧视 来冒充基督 给人一些 小言小会来迷惑人 人信神呢 如果不是写真理 只为求病得宝 享受恩典 只根据会不会显神迹歧视 来判断是不是神 那就太容易受 假基督迷惑了 其实啊 假基督那点伎俩 只能迷惑那些 糊涂透顶 没头脑的人 凡是神的羊 凡是聪明的童女 是不会受假基督迷惑的 因为聪明童女 喜爱真理 会听神的声音 他们听见神的声音 就能接受 跟随 这是神早就命定好的 正如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多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 把他们夺去 说到这里啊 大家对 怎么分辨真假基督 是不是就明白了 基督就是 道成肉身的神 就是真理 道路生命 基督的神性实质 最主要就体现在 他能发表真理 能做神自己的工作 不管基督 外表多么普通正常 也不管 他有没有地位诠释 是被人拥护 还是被人弃绝 只要他能发表真理 能发表神的性情 与所有所事 能做拯救人类的工作 那他就是神的显现 这一点呢 是确定无疑的 全能神所发表的 一切真理 所做的审判人 捷径人的工作 完全证实了 他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就是基督显现了 所以啊 只有接受 跟随末世基督 全能神 才能得着真理 才能猛拯救 进入神的国 但现在啊 有许多人 看到宗教界 牧师首领 和中共撒旦政权 疯狂地抵挡 定罪全能神 就认为 全能神的做工 不是真道 他们的理由是 如果是神的显现 做工 那肯定是一帆风顺 所有人都会 心服口服 这样看事 那就太愚昧无知了 他就看不透 人类败坏太神了 已经到了 与神为敌 容不下神的地步了 当初主耶稣来了 人类欢迎他了 不是被犹太教 联合罗马政府 给定在 狮子架上了吗 难道你能说 主耶稣的做工 不是真道吗 末世全能神来了 人类又是 怎么对待他的 宗教界 敌基督势力 是一个劲地 抵挡定罪 中共大喉咙政权 更是疯狂地 追杀基督 用尽一切手段 也要取缔 神的显现做工 这就完全应验了 主耶稣的预言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一闪 直照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 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这说明了什么 自古真道 受逼迫呀 基督来发表真理 拯救人类 必然要遭到 撒旦邪恶势力的 疯狂反扑 定罪追捕 如果有人说 他是基督来了 但他没有发表真理 没有被世代弃绝 没有遭到撒旦势力的 疯狂定罪 违攻 那就证明他不是基督 因为撒旦最仇恨 神的显现做工 最仇恨救世主降临 撒旦知道救世主来了 人类就有猛拯救的机会了 就能明白真理 看透撒旦的诡计了 就能分辨他 弃绝他 完全归向神 被神得着了 这撒旦就彻底失败了 他的末日也就到了 你说撒旦 能善罢甘休吗 如果人看不透这一点 还持守自己的观念想象 不寻求考察 全能神的显现做工 甚至还随从宗教界 敌基督势力 定罪抵挡全能神 这后果可就严重了 我们看看 全能神是怎么说的 不凭着基督口中的真理 而想得到生命的人 是世上最荒谬的人 不接受基督 所带来的生命之道的人 是异想天开的人 所以我说 不接纳末世基督的人 永远是神验证的对象 基督是末世人 进入国度的大门 任何人都不能逾越 任何人都不可能 不通过基督 而被神成全的 你是信神的人 就得接受神的话 就得顺服神的道 不要只想着得福 却不能领受真理 不能接受生命的供应 基督末世来道 是要向所有凡是真心 相信他的人 来供应生命的 这工作是为了结束旧时代 进入新时代而有的工作 是所有进入新时代的人的 必经之路 你不能承认 而且还定罪 或亵渎 或加以逼迫 那你定规就是 永世都被焚烧的对象 是永远不能进入神国中的人 因为这基督 本是圣灵的发表 是神的发表 是神在递之工作的托付者 所以我说 你若不能接受 末世基督所做的一切 那你就是亵渎圣灵的人 亵渎圣灵的人 该有的报应 那是每一个人都不言而喻的 我还要告诉你 你若是抵挡了末世的基督 弃绝了末世的基督 那你的后果 是无人能替你承担的 而且从此以后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 获得神的称许了 甚至你想挽回时 也不能使你再见到神的面 因为你抵挡的不是一个人 你弃绝的不是一个小小的人 而是基督 这样的后果你知道吗 你做的事不是犯了一个小错误 而是犯了弥天大罪 所以我劝每一个人 都不要在真理面前张牙舞蹈 信口慈患 因为只有真理 才能将生命带给你 除此以外 没有什么能使你得以复生 再见神面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替我可以起where 你我可以思考